上海警方日前拘捕47歲男人傅學姓 他涉嫌在互聯網發放虛假消息 被網民廣傳 消息分別指中石化集團職員受賄 以及上海市政府有官員貪污和殺人 傅學姓將面臨罰款和負上刑事責任 執法部門上星期 又以嚴重擾亂網絡秩序罪名 關押網名叫秦火火的網絡紅人 30歲的秦志輝 他曾經在網上揭發中國紅十字會 國美美元庫事件 以及揭露前年723溫州高鐵意外 涉事的官員用人為親 內地網民數字迫近6億 互聯網上輿論的力量無遠乏界 當局對難以控制網民發布涉及政治 維權等敏感言論明顯有慮 自今年初就推行網絡實名制 強制網民必須以真實姓名 身份證或者電話號碼註冊帳戶 先可以在網上留言 方便當局追查信息來源 網民批評網絡實名制後 再無人敢在網上舉報貪官 又質疑當局近日高調拘捕多位網絡紅人 目的是要殺雞儆後 收緊網民的言論空間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李學文報導 追查信息去看